老早在直播间的时候 就有小伙伴告诉我了 做巫术骨锤的方法 只要有巫术骨锤 就可以去散野人的诅咒 昨天我们做了篝火 烤了肉 那我们今天就去找做巫术骨锤的材料 别看这是一百倍生存 要找到草原的太阳花 和大海里灯笼鱼身上的荧光晶体 还真不容易 我走了好久好久 好久好久 感觉自己头发的走秃路了 还是没看到海 终于是到了 下海之前得先提取星星 把它扔到地上再捡起来 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星星了 灯笼鱼一般藏在大海最深处 我看到了 哈哈小小的灯笼鱼 吃我一大炼锯 终于找到了荧光晶体 现在赶紧用传送卷轴回家 找到一个家里的野人 获取大肘子 吃了补充体力之后 获得带口水的骨头 再花重金 买空上人小哥的店铺 得到太阳花 哈哈 哭了 我的钱啊 不过 看在回家 就能直接合成 巫术骨锤的份上 花钱就花钱吧 一百倍生存 最不缺的 就是钱了 哈哈 帮野人治疗的急救包 也来一点 别担心 并不是巫术骨锤 会让野人受伤 纯粹是因为 这个急救包 太好看了 哈哈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